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小部分因为疫苗刚施打还需要时间形成保护力 因此将延长执行远距教学到6月10号 因为我们金融市的疫情缩链明确 确诊数持续的下降 所以我们在学生上课的部分 我们决定高中以及国中的部分 我们恢复实体上课 小朋友因为最近才刚刚打疫苗 国小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决定国小的部分 线上上课延长到6月10号 至于金融市政府居家分流上班措施 也将从6月6号起恢复正常上班 市府的同仁上班的部分 我们也在6月6号之后 恢复正常上班 取消居家上班 以及分流的措施 一切恢复正常 记者黄少民张启腾参与报道 再带来看破案消息 金融地检署指挥海巡署 在金山横港破获了一起运毒案 一艘从高雄迄今北返的渔船 在彰化外海捞起了56桶 装载毒品的原料机油桶后 前往金山横港 被登船的海巡人员查获 船上4人全被逮 当场查获Ketamine原料高达1118公斤 市价粗估13亿元 金山横港渔港出现了大批海巡人员 在港边集结 因为接货线报 怀疑有渔船涉嫌走私 查棋人员从黑夜等到白天 等到目标抵达 安全员立即上船检查 当场在岸舱查获白色机油桶 里面装的全都是毒品原料 那经那个苗栗查棋队的人员 登船去安全检查之后 发现了这56桶的第四级毒品 那个先驱原料而查获 这起毒品案件发生在今年3月中 一艘渔船从高雄骑津北返 隔天凌晨行津彰化外海 承信船长用无线电和运毒集团联系 再将有毒品原料的机油桶捞起 藏在船上暗舱 继续前往新北金山黄港港区 下游抵达之后 查棋人员随即登船逮捕三人 于近日侦查终结 起诉4名被告 那就陈姓船长与张姓 张姓被告涉嫌 毒品完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4项之运输 第4级毒品部分 我们提起公诉 那并经法院揭压境界 这批毒品原料 总重多达1118公斤 可制成650公斤的 三级毒品Ketamine 试价粗估13亿元 幸好及时被拦阻 才没有流入市面 不过现在还要继续向上追查 毒品原料来源 记者黄绍明记用报道 自带你来看中山区复旦路的复兴隧道 5月31号傍晚因为大雨 造成了边坡土石大量滑落 当地太白里长郑吉雄 紧急通报市政府 并向立委蔡世应陈勤 因此立委蔡世应与当地的议员 邀请各单位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现在位置是在中山区 复旦路的复兴隧道 那因为这两天的豪雨的关系 让昨天晚上发生太蒙的新闻 那最近今天特别跟我们议员 还有林长 还有相关的单位都来 就这样来会刊 那我们刚刚已经协调好 肉行港公司三天内 先把相关这个影响道路通行的部分 先给予排除 那至于后期 因为它是从省河山上滑落下来的 这涉及到边坡稳定的部分 那我再请市政府的阐发处 确认徒弟所全能是谁 那之后我们再来邀请徒弟所全能 就后续的整体的围养的部分 来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保障行人的出入安全 也能够一并的把他除了 这件事情我想说市政府很把他除了 因为他是属于水土保持的 所以他应该要出来协调 看是哪个单位 譬如说像因为地主是国产署 那国产署就必须要开这个窗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必须要 航港局 港部局 还有就是国产署 这三个单位就必须要大家协调 看对于谁要去动工 去把它修复回去 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复兴隧道前有发生落实的现象 那也感谢我们蔡司英委员 然后还有各单位都有立即来到这边协助处理 但我们现在看到了落实依旧还是保持现况 而且再晚一点的话也会再下大雨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 全责单位必须赶快紧急来去抢修 避免要是有发生任何伤亡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汗事 大家都不乐见 所以我们一定要麻烦蔡司英委员 还有各单位赶快来去处理这件事 以保护民众的安全为最首要的 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命悬一线 我希望各单位希望能够有一个 相当于一个边坡的管制机制 以及防災的机制 以及救灾的机制 要一起把它做好 不要因为所有的公务人员 互推啤酒造成民众的生命安全 也造成民众的恐慌 那我想目前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 在这个边坡上面呢 有一户人家里面住了六个人 虽然他们是非法占用户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目前这个房子是无法再居住了 那未来他们的安置 以及他们的下一步呢 目前是我们市政府 以及我们几个紧急处理的单位 现在在协助他们紧急处置 记者黄日升纪佣报道 在端午节前夕 市议员张炳君特地亲自带着热腾腾的粽子 和冰凉的饮料 分两天送给七区的卫生所人员享用 感谢他们的辛劳 市议员张炳君和助理专程 带着刚蒸好出炉热腾腾 马上可以吃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先送到中山区卫生所 感谢卫生所人员的辛苦 他们是相当相当的辛苦 在基隆疫情这么严禁的时候 他们其实协助了很多的民众 不管是开居隔单的问题 或者是有相关疫情相关的问题 都是会麻烦到我们卫生所这边 来去协助跟帮忙 那我们就是趁着端午假洗的时候 今天特别带上四季蛋糕的粽子 还有饮料还有坚果饮来慰绕他们 也跟他们说声辛苦了 因为他们辛苦 其实我相信全基隆市民都看得到 你们真的辛苦了 暖心的举动也让收下粽子和饮料的护理长 满心感动 也提醒民众只要有需要居隔单证明 中山区卫生所用写的也写给大家 这段期间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尤其卫生所人力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这段期间议员 当比军议员也一直不断的来给我们支持跟鼓励 那也谢谢各个各方面的人士 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以服务民众为优先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还是都可以来卫生所 我们现在鼓励说临贵办理任何的申请事项 如果是确诊者或者聚隔者都可以有问题 如果受不到聚隔数 一样都是在我们上面之间 我们都可以尽快的帮民众做服务 为什么会这么感动不是没有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爆发以来 不但民众和各行各业饱受疫情所苦 连带第一线面对民众的基隆市七个区卫生所人员 同样饱受来自民众的各种防疫需求 和因为误会不理解 标骂各区卫生所人员的压力 因此端午节前夕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亲自带着热腾腾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分两天送给七个区的卫生所人员享用 感谢大家真的很让卫生所人员感动 都可以自行下载 那鼓励民众的话还是可以的话 就是从健保快乐通去下载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再来卫生所来申请 来协助帮忙补发 一些民众对我们的一些指教 因为我们都还是很尽力地协助他们 对希望说能够让每个民众都能够满意 端午节前夕我们来准备了热腾腾的粽子跟饮料 今天先送了我们七毒卫生所 中山卫生所 信义卫生所 还有暖暖卫生所 因为我们都希望把热腾腾的粽子 能转交给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 让他们可以吃到好吃的粽子跟饮料 来让他们抚慰他们这样辛苦的心灵 那明天的话我们还会在接下来送 安乐 忠正 还有仁爱 因为我们都想要确保 他们可以拿到热腾腾的粽子可以享用 张炳君进一步表示 在疫情下各区卫生所人员 或是他们的家人也都传出染疫的情况 还得饱受各种压力继续服务市民朋友 因此端午节前夕特地轻送热腾腾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了表自己的感谢之意 记者吴俊松 记动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电协和电厂更新案将新建台湾第四座天蓝气接收站 规划填海造路18.6公顷 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前往市府城旗 宣示支持准行 但反对填海造路将发起 基隆首建地方公民投票案 让基隆人来决定 基隆市民护海湾 护海公投挺过关 护海公投挺过关 大声呼喊口号 基隆市议员王醒之 陈维仲 与张云翔 和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 特别到市政府开地方公投起跑记者会 基隆市即将要准备进行 有史以来第一个地方性公民投票 在基隆 我们前一阵子看到议会 基隆市议会非常欣慰 基隆市议会通过了地方性公民投票 基隆市的自治条例 同时可以让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 参与地方性公民投票 这件事情意味着基隆市的地方政治 准备要迈向地方政治的民主2.0 针对基隆首建地方性的公投 市府强调予以尊重 我想有关议员 今天号召民众来到市府的大门口 来进行抗议跟快闪的活动 我想我们对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遗憾 那对于协和发电厂的转型 其实市府的态度一直以来跟立场都很清楚 我们支持能源的转型 也尊重专业的评估 那同时也要求台电尽可能的来提出降低环境影响的评估方案 那也要再一次的来跟社会沟通 来进行社会的沟通 那我想对于这个议员的诉求 希望能够发起公投 那这是公民的权利 市府都予以尊重 记者黄松明金融报道 市府都予以尊重 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KKBOX 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Icon 下载安装KKBOX之后 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你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通过电视上的KKBOX中的 账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账号 在账号资讯页 选择配对KKBOX账号 依照指示 进行账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录 就能成功配对咯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芒果盛产的季节到了 金融市知名的连锁烘焙方 特别与南部的小农合作 用新鲜直送的艾文芒果 制作各式商品 让消费者都能尝到充满 夏日香甜的幸福滋味 第一层先放入两大颗剖半的艾文芒果 紧接着淋上生乳奶黄酱 最后再将爆量的芒果肉堆叠在蛋糕上 这就是让人每一口都能尝到满满幸福滋味的芒果长条蛋糕 那它是我们季节限定商品 那它主要是用使用爱热维仙奶油 法国就是比较严选的品牌 那里面呢是用产地直选的那个 是在屏东的艾文芒果 那产地直送新鲜制作 那这个是 它的特色是 里面是有用两颗新鲜的芒果 那做成了整个蛋糕体 那上面还有新鲜的艾文芒果块 所以这个非常适合大家一起使用 这款今年新推出的金黄芒果堡 则是以淡淡蜂蜜香气的汉堡面包 包覆法国鲜奶油及爱文芒果块 希望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 它呢 整个面包体是有淡淡的蜂蜜味 那上面的那个芒果也是用爱文芒果块去做 那整体吃起来不会太腻 也不会太甜 所以它是在夏季非常清爽的一个小甜点 还有卷入整颗新鲜芒果的芒果生乳卷 更是抛客必强的人气商品 迎接芒果生产季节的到来 正在基隆知名的连锁烘焙方 推出了五款季节限定的芒果商品 特别是店家所使用的芒果 都是南部产地直送 不仅百分百新鲜 香气与甜度更剩所谓的罐头芒果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人都只能待在家里 同美方希望芒果季的限定商品 能让您在家品尝充满夏天的甜蜜幸福滋味 又美味疗愈身心 不再感到孤单 记者张其太基隆报道 众人引颈期盼的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 6月10号要登场了 官网及日期正式上线 四大展区包含了55项展览 装置艺术及超过白场的精彩表演活动 与各种特色市集 加上陈伯限定的10条油城 让您体验缤纷多元的山海城市魅力 在3月底全国记者会发布后 等了好久 2022城市博览会确定将如期在6月10号登场 这项以金融整座城市作为展场的大型活动 规划有ABCK四大展区 共55项展览 装置艺术及超过上百场的精彩表演 5月31号官网正式上线 除了提供各展场活动内容 展出时间交用资讯 及活动亮点 例如海上观展购票登船 特色市集 还有北北机构101家 合作旅宿业等相关资讯 便于民众查询外 活动影片及手册等文宣资料 也可以在官网下载观看 在国门广场我们有国门驿站 那在海洋广场 也有很多在地团体的表演 海洋驿角 所以这些表演 包括A展区的部分 B展区的部分 C跟K 那总共加起来 整个博览会期间呢 大概有上百场的 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节目 那这些讯息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官网里面 都可以查得到 另外在我们的大顶棚 就是成绩转运站的 这个后车顶棚下面 以及在官务署通廊的部分 我们都有这一个 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美食的 或者是在地的物产的部分的摊位 可以供到民众来这个选购 或者是参观 另外我们在B展区 也非常的精彩 除了原来的这个潮艺术以外 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旅游服务盒 也就是我们的正兵游客中心 过去旧的正兵派出所 那后面有一块广场的部分 那在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以基隆味的概念 把基隆的美食做一个呈现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举办一个大基隆市 这样的市集 那另外在我们的K展区 其实也有我们的这一个 整个包括要塞司令部 要塞司令部官邸跟叫官卷社 那我们有一连串的精彩的表演 那以及这个ARVR的这样的一个观展 所以我想在这些地方呢 也有蛮多的这个市集 所以这几个展区呢 我们的表演也好 市集也好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那这些讯息 还有它的展出的时间 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其中光雕秀的部分 不只在B展区的正面游港色彩物 重新登场 刚整修完成了文化中心 立变墙壁 也将成为A展区的光雕秀画部 那这一次文化中心经由这个整建呢 它整个立面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特别利用了 这个文化中心的外部墙 那作为我们的好像是画部一样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打了这个光雕 那这个光雕的内容呢 我们也在这个官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demo 但我们希望大家在程博会举办期间 能够来观看我们的光雕 那这一次光雕的主题 包括我们的起点城市 也就是这一次的策展的主题 以及山海回游 那把整个山海城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呢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活动期间 除了有六条接驳专车 更同步推出市区公司免费搭乘的好康 让民众能好好踏遍整个基隆 金融市长刘商期盼 透过2022城市博览会 呈现金融市政府七年多来努力的成果 让国人看见金融这座海港城市的精彩 经典 自信 美好及愿景 邀请大家先上官网 规划属于自己的城市博览会 特别尤城在活动期间亲自体验 基隆的缤纷多元城市美丽 记者张旗团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端午节快乐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KKBOX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 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ICON 下载安装KKBOX之后 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您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透过电视上的KKBOX中的 账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账号 在账号资讯页 选择配对KKBOX帐号 依照指示进行账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入 就能成功配对咯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望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